小黑 看我拿到了什么东西 你们最近都有玩英雄联盟吗 我以前也玩英雄联盟 不过也很久没打了 偶尔才看看比赛 直到最近出了这个手游 我才重新回到召唤式甲骨 为什么我好像一个数码服务 突然聊起来游戏呢 最近不是出了Reno7吗 之前OPPO就有跟英雄联盟合作 这次Reno7 Pro直接出了一个联名 根据以前经验 OPPO的联名都很有诚意 这次还是很感兴趣的 我也就更期待了 闪光炸弹要来了 好 那我们先来开箱 感谢老铁刷来的火箭 限定版的外科 直接就是金克斯的这个大招 是队友抢人头 抢对面大龙的神器 超纠集死神飞弹 这个大杀鱼头有点霸气吧 只要不怕被保安抓起来 你甚至可以背着他出街 接着我就想看看里头 还装着什么东西 一开始我想拧头这个罩 搞了半天才发现 居然是从屁股这打开的 尾巴里有个特别可爱的破罗手机挂件 仔细看破罗身上还挂着金克斯的子弹项链 原来这是在暗示我包里1比1还原的同款项链 质感不错 而且子弹里面居然还有一层 居然是卡针 开一个手机包装 开出了开盲盒的感觉 接下来抽出重要的燃料仓 打开以后 一边是手机本体 下面的充电器和电源 都做了外观定制 另一边则装着手机壳说明书 里面还有一些贴纸和一个精致的小彩蛋 手机壳是半包的设计 特别轻薄 背后采用了类服材质 上面还有一些金克斯的涂鸦元素 拿起手机最印竹目的就是这个特别赛博朋克的背板 边缘的霓虹高光是金克斯的配色 也象征着红蓝双方 中间是英雄联盟手游的闪电logo 摄像头部分也用了这个特别骚气的蓝色做了装饰 这个罗阿罗的logo竟然是夜光的 摄像头外边还有一串RGB呼吸灯 平时充电或者来电话 就会有对应的灯效 相当于一个大型呼吸灯 尤其是来消息那个蓝子渐变 跟手游的风格很契合 并且这个设计还淡化了摄像头突起的效果 就是目前还不能自定义 那啥时候OPO也可以OTA一下 翻到正面 这台手机用了一块90Hz的1080P精动放置屏 所以不会用彩虹纹的问题 可是角度已经很接近三星屏了 没有任何毛病 全屏手动静和亮度可以超过460nit 激发亮度接近740表现不错 就是1080P的周总雨 清晰度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得益于消失的支架和垂直边框 热能器Pro的侧边框特别窄 和一些曲面屏也不相上下 额头也控制的很不错 接近三边等宽 再加上令人舒适的R角和窄下巴 正面的整体观感还是非常优秀的 手感方面虽然它是垂直中框 但跟iPhone13不一样 上下都做了倒角 没有那么个手 更像iPhone5 配合180克的重量 7.45mm的厚度 还是能非常轻松的一手掌控的 边框上还雕刻了落露 连两侧的按键都做了对应颜色的装饰 除了外观 OPPO在手机内部也动了一点小心思 系统内置两套动态壁纸 一套是手游进游戏的剑远 另外一套就是爆宝 金克斯了 控制中心的样式也做了定制 系统还可以选择专属的奇名显示和指纹接触动画 音效方面也有设计 另外系统版的图标也很有意思 很多地方都有金克斯的签名 邮件里有雅索的来信 地图的背景是这会是峡谷 智能家居是机器人的形象 小游戏的图标是来自卡贝大师 手机管家则是守护正义的加里奥等等 很多细节都等我们去找 既然和游戏联名 性能肯定不能拉跨 可能是因为888太热 所以Reno7 Pro选择了天际1200 Max 而且还用上了VCE冷散热 官方叫3D恒冷中央散热系统 第一次听Reno这么大胆旗鼓的吹散热 当然实践出真知 目前的音声联盟手游不怎么吃性能 只要不是太老的手机都能满真运行 更何况Reno7 Pro还是英雄联盟手游 职业联赛的推荐用机 肯定是不在话下了 这台手机以后也会第一时间 适配英雄联盟的90帧 到时候如果高知律模式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我们再给大家测一测 接下来是崩坏3 连续不断打关卡半小时 最后在60和55帧之间切换 整体非常出色 温控表现也很出色 正反面都不超过40度 但是崩坏3的压力 现在看来也没那么大了 真要绝对性能 那还得是看原神 最高画质跑满半小时 游戏前8分钟没有锁针 但波动比较频繁 锁到45帧以后就比较平稳了 游戏体验反而更好了 半个小时下来平均帧率能有45.9 手机表面最高温度43度 这个表现可以说非常给力了 就算放在888的旗舰里 都能算优秀的 凭借着不错的绝对性能 再加上闪电启动 仅限稳帧这些功能 Reno7 Pro的游戏体验 其实并不差 甚至可以说比较好 天机的旗舰芯片 一直都容易被忽略 但有了良好的调教以后 其实也有一战之力 天机9000在路上了 看规格就很唬人 希望明年能雄起啊 Reno7 Pro是4550电池 绿上的双电汽65W 一直都是比较快的那种 实测30分钟左右 就可以完全充满 续航我们也测了 三个小时下来 剩下51% 中度使用一天 没有任何问题 马达是X轴哒哒哒的 双游戏器这回也有 再来多点也不嫌多 影像方面 这台手机的后置主摄 是用了MX766 基础的成像素质是有保证的 但这回的重点在于前置 Reno7 Pro搭载了RGBW的MX709 还把自眼的图像处理器 直接封装到了传感器的逻辑层 以往限制于比较小的体积 很多前置摄像头到了晚上 就和瞎了一样 所以我们这次 专门测试了它的夜拍表现 光线比较弱的场景下 相比于常规的前摄它的造点更少 衣服上面的细节要更多一些 而且到更极限的情况下 那就是拍得到和拍不到的区别了 更高的进光量不仅利好于拍照 视频也是有戏的 Reno无论是整体亮度 还是面目的表现都要更好 背景的高温压制也要更生一筹 这个技术对我们这种职能来说 肯定是更希望以后出现在后置摄像头上了 到时候我们肯定会跟其他家的起点比一比 总体看下来 这台手机的功能各方面都不错 再加上这个外观 配合充电器 手机壳这一整套 定制化程度达满 甚至连卡槽上的胶圈都是紫色的 不得不说绿场属实把联名给玩明白了 上一代客难先订 原价4499 现在海鲜市场全新的卖5200 连二手都没怎么低 那我正好就有一个 包装和手办似的 就放在我们这儿当摆件 这回的英雄联盟也延续了之前的水准 到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可别忘了一键三连点关注啊 还有什么想看什么定制版的 可以打在公屏上 我们下期黄人说再见 拜拜